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辰 今天跟各位聊,台湾是一个满天神佛万教齐发的地方 那尤其是台湾有一个大概是那个 宫庙最多的一个就是,就是就是妈祖庙 那个妈祖在台湾叫天上圣母 我这边刚好朋友给我一尊 这一尊是妈祖的像,是立像站着的,很巨大 它是带的那个平天罐 然后后面这个是一个武将的窥头式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像的问题 然后他手上拿了一个如意,这东西叫如意 因为它是一个仿木雕的一个作品 其实这个东西叫做poly,是一种塑胶 是一种塑胶,这种塑胶是两种容易混在一起之后 灌在用真空的在模具里面灌到这个模子里面之后产生的 然后另外它再加上一个曲面印刷 所以这上面的木纹,木头的那个纹路非常清晰 你近看你都觉得极可乱真是木头雕刻的 实际上它是塑胶的 很多人都拿这个东西当木雕来卖 实际上它是一个塑胶的 这个东西只要是行家都知道 看这个底就知道 那个木头的 有的人连这个都可以做得极可乱真 你非要把它磨掉一点点看看里面 你才知道 但是通常人家卖这个 不会让你去磨这东西的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立像 这个立像是在台湾的妈祖庙里面基本上没有 没有 因为台湾在庙里面的神旗全都是坐着的 坐着宝座上面 台湾的那个妈祖也是坐着宝座上面 没有站着的 没有站着的妈祖 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庙里面也是坐着的 但是在庙外面的那个雕刻就是立的 那妈祖像基本上在台湾没有站着 没有在户外的都在室内 也在庙罐里面 那这个这个这个的造像的那个 我想这是一个大陆的艺术家 他创造的造型 台湾的妈祖基本上不是这样 那福建的妈祖应该也不是这样 这个造像现在立在哪里 立在那个天津 立在天津大陆的天津 天津卫 天津那边人也姓妈祖 因为他也是一个港铺 这座很巨大的 立在天津的那个港的那个附近 也是一个非常这个 这种巨型的这种神像立像 不管是关公或者是像那个 厦门的那个古浪羽 有立一尊是那个郑成功的像 因为郑成功曾经拿里面当做根据地 然后郑成功要收复台湾 所以中国大陆就把那个郑成功 像那个一个大巨像 在那古浪羽的那个码头的那个入口处 也像这意思他也要收复台湾嘛 那另外其他还有啊 像比如说林墨娘 这林墨娘就是妈祖 那另外还有那个林水夫人等等等 很多像都在中国大陆很多 那他们的这个艺术的表现就是这样 实际上他带的这平天罐 后面再来这个盔头 这个其实是在那个传统的这个 在中国古代的那个礼法里面 没有这个罐啊 不是这样子的 那个皇后不是带这个啊 那带平天罐的是什么 是皇帝啊 皇后不会带平天罐 所以这个连戏曲里面 大概也没这个造型 那这个完全就是那个 它是综合了两项 一个这个是民间信仰的这个 那个昂桃塞 昂桃塞他们带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像很好 非常的慈悲庄严啊 该有的飘带什么都有啊 所以我这边有一些 有一些所谓的神像的雕塑啊 我不祭拜他们也不烧香供他们 我纯粹把他们当作是一个 是一个雕塑艺术品 放在那个柜子上面 我常常看 而且我常常拿起来这样面对面的看 而不是远观 而是近观 面对面 欣赏一下这些艺术家的杰作啊 这个神像部分先介绍到这边来 我们先来讲一下台湾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神奇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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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妈祖 妈咒 妈祖这个故事哈 好像小学课本里面哈 都有介绍 因为这是民俗的一个很重要的嘛 那尤其台湾有一句 有一句那个 一句谚语叫做 沙威沙威 三月啊 萧妈咒 那个萧 那个萧台语叫萧的意思就是疯 疯狂的疯 那个三月萧妈祖的意思 因为妈祖的生日是什么 每年的三月二十三 这是他的生日啊 所以三月上要庆祝妈祖的生日 所以就会游行啊 就是妈祖要出巡到各地去出巡 这时候就会全台串联啊 全台串联 有的时候不是全台串联 至少要串联很多地方哈 那因此就会有有很多的脚头啊 又就是抢轿的什么 各位每一年在这个时候 三月萧妈祖的时候都非常热闹啊 政府官员呢 甚至于国家元首啊 通通都抢的这个时候曝光 因为那个动不动就几十万人出聚集 然后那个活动有的时候是几天的 或者是甚至一个礼拜啊 走的人都要都要疲惫 你想想看你一个礼拜要要要要请假啊 休假去那边去那边远足啊 当然因为信徒很多 所以他们沿途会供给饮水跟这个食物啊 甚至于很多的沿途 还有很多的那个宗教的那个道场 还可以还可以有那个香那个 进香的那个大楼啊 香客大楼啊 还可以还可以免费住宿啊 这些东西都是都是让充分的反映出来一个民间信仰的兴盛是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都说台湾的这个沙威萧妈祖啊 三月丰妈祖这个这个活动应该推广到世界各地 请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这边共襄盛举 它是一个台湾的嘉年华会哈 Festival哈 来我们来看看妈祖妈祖的事迹哈 传说是怎么样子的哈 因为他当然所有的神奇都有神话嘛 我们来看一下哈 天上圣母又俗称妈祖哈 或者妈祖婆 那个妈祖婆婆的意思就是老太太的意思哈 因为慈祥的那个就是阿嬷嘛 妈祖这个人他他从小就吃素 而且终生没有没有嫁人哈 他是独生的 实际上他到后面我再来稍微讲一下 我的意见哈 我的想法 台湾有讲说两 比如两个那个以女性姿态出现的 一个是妈祖婆 另外一个是官 这个官姻妈 妈祖婆 婆跟妈其实都是一样啊 就是奶奶的意思了 这个官姻妈 妈祖婆 其实那个妈跟婆都是都是奶奶的意思哈 这是老太太的意思哈 那实际上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官姻是印度印度来的哈 那妈祖才是中国中国土神土长的哈 所以妈祖婆哈天后还有天妃等等神号不一 关于天后跟天妃怎么来的 后面会讲到 那历史上记载说这个天上圣母哈 就是妈祖哈 是宋初的时候哈 宋初也就是那个赵光印见宋的时候哈 都巡简 莆田籍的一个叫林苑的第六女 也就是这个 这个妈祖她是在那个宋朝初年的时候她出生的 因为她是那个 那个一个莆田籍的 因为那个妈祖就是莆田 莆州岛出生的哈 那是一个那个 她的那个祖父叫做林苑 是一个当官的哈 那在靖 在最早以前在靖朝的时候哈 安郡王林若的第24孙女 就是她的祖上有好几个当官的 那这个东西都可以从祖谱里面猜 就像我说我家的祖谱里面 我们家那个在 那个我们姓吴的祖谱里面 有在明朝跟清朝各有一个 各出了一个 一个二品官 那二品官都是主持湖南学政的人 那大概当的最高的就是二品 那其他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 那多了去了 那多了不得竹藩不及被窄了 那也就是这样讲 那在远朔的话就要讲到吴泰伯 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历史上的故事 那是很早了 实际上我们的开机组是从元朝末年才开始 我们的开机组叫 叫吴德明公 那另外一个写那个贞观政要的那个吴靖 也是我们的姓吴的先贤 但是实际上他跟我们能不能联系上还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开机组很明确的就是元朝末年的一个吴先生 那像这个也就是先要素级千祖 那在唐县宗的时候 有一个位叫陵墓赤史 也就是墓周 就是周末 周末这个官名 第十四孙女 生于宋太祖 宋太祖就是那个赵匡印 这个妈祖是生于宋太祖建龙元年 西元960年3月23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三月肖妈祖 就是因为他的生日就是3月23日 他死于宋太宗 拥喜四年 就是西元987年 然后2月29日去世的 他去世的时候 他穿的盛装登山羽化登天 那个响年28岁 就是妈祖活着的时候只有活了28年 一年早逝 但是到家他们认为那是羽化而登仙 而且穿的盛装 那这个妈祖的妈妈姓王 王氏于媚洲岛诞生这个妈祖 当时这个地下 这一片大地都有异象 有紫色 那个整个魅洲岛的那个地下都变成紫色 而且有祥光还有异香 妈祖出生的不到一个多月都不会提哭 这很危险的 因为一般的那个婴儿一出生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会把那个婴儿倒堤 而且打他屁股让他哭 哇哇哇 要听到第一声这个哭叫的声音 才证实他吸到空气了 在母体里面他是靠那个臍带 间接吸到呼吸氧气 现在他这个第一声啼哭就是肺开始启动 要启动他的肺部 他的呼吸系统启动了 那如果说妈祖他都不会叫的话 那他这个孩子很特殊 然后因此他们家就给他取名叫莫娘 有的人讲因为他姓林嘛 所以叫林莫娘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那个娘是福建这边的一个同城 就像那个三奶 奶是结了婚的女人叫做奶 奶妈奶娘 那那个只要是女生都叫娘 什么什么娘 实际上有的人说他的名字叫林 就是一个字莫 因为他不讲话 不会发出声音来 学讲话的时间很久才会讲话 所以他只有单名一个莫字 那那个娘只是福建的习俗 女的都叫娘 就像很多地方习俗 男的后面都加个歌 什么什么歌 那个歌跟娘只是性别的意思 并不是名字里面的 所以他实际上的名字可能就叫林莫 很多说法是这样的 他这个妈祖自幼就有特异功能 五岁就能够读懂观音经 那真的厉害 还没入学 学前他就能读懂观音经 八岁就从十号过目成诵 并能解释文艺 八岁 八岁他这个 我们现在是六岁入小学 八岁是小学二年级 他就经过老师的指点之后 他就可以过目成诵 而且能够解释文艺 十岁的时候 他喜欢这个静姬静香 诵经礼佛不识荤心 也就是吃素 他也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 那讲到这边 我就要顺便提一下 那个刚刚秀的妈祖的像 我刚忘记秀他的背面 这个妈祖的像的那后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正面是这样子 戴着瓶天罐 他的背面的那个 发型是这样子的 这个发型一直延续到清朝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他并没有把那个 那个发脊给他盘到上面去 或者是一个长辫子 拖到下面都没有 他把它弄成这样子 那在现在的福建 福建莆田魅州的 那个妈祖 妈祖的祖庙的地方 每一年 那个静香的时候 当地的那些妇女 那个信徒都 那个女性 不管年纪多大 他们这个衣盖 都是穿的蓝色的袍子 那台湾老太太也穿那个 但是他们一定都梳一个这种头 巴巴头 后面的 最主要是那个后面有的人叫鸭子尾巴的这个东西 那个当地人说 那就叫做妈祖头 妈祖头 妈祖头 就是他的法 那个法式 那实际上这个 应该是这样子吧 其实很多的 台湾很多的菜沟 菜沟就是吃素的那些 不结婚的女人 她们聚集在一起 那种菜沟 她们基本上都是这个法型 另外还有一些道沟 你可以看看那个 台湾有一些道观 或者民间信仰里面 她们保持单独身的那些女性 都是习惯说那种头 那种头有点特殊 就是她把后面那个地方弄了一个 刚才秀的那个形状 像鸭子屁股似的 那妈祖到13岁的时候 雍容大方 孝顺父母 有爱兄姐 然后她遇到一个高道 叫玄通 传授了玄为真法 这个部分就是 孤望言之孤望听之 集长又在古井中 得到了天文级一书玉符 那这个在古井中 古井显然是枯井 哪一代的人放了这些 武林秘籍在里面 不知道 但是被她找到 那其他 为什么其他人没找到呢 这就是缘分 从此即具备神意 通晓变化 这个妈祖能够误读 就是能够领悟 而且可以读取这个同符上面的文字 为民解恶治病 指点挖掘权 就可以她知道水脉在哪里 指点人家说这边有水脉 然后挖下去就打井 就有水 然后她知道全脉在哪里 然后可以造井 解除汉象 百姓分以神姑尊称 所以说妈祖在活着的时候 她已经就像灵水夫人陈静姑一样 她就已经懂得素素 她知道水脉 可以指点水脉 现在那个水脉有一种叫水师 有一种叫水师 或水文师 就像地理有地理石 但是那种你要打井的时候 有一种水师 世界各国都有 有的人是拿一个像幸运谷一样的 一个金属的东西 两只手拿着 她自己就会动 就会动 指到哪里 往那边打下去 像美国沙漠地区也相信这个 因为水脉这个东西很难 不能用金属探测器探测出来 所以只能够靠一些什么 靠一些这种 比较传统的巫术 可以讲是一种巫术 所以很意外 妈祖也懂这个 但是她是打到水脉 不是求雨 不是从天上求雨 当然她也有求雨的灵异 我们再往下面看 她18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做梦的时候 梦到她的父兄在海上 她父兄 因为她们是那妈祖那边 都是渔村 打鱼 她爸爸跟她的兄长 在海上作业的时候 遇到遇难 遇难船翻了之后 结果她在梦里面发现到 她就躺到床上 原神出窍 到海上去救难 救护遇难 父兄 但是结果因为她妈妈 她妈妈在叫她 她突然惊醒了 一惊醒之后 所以她仅仅救起三人 只救出来三个人 如果她妈妈没有叫她 她可能整船的人都救了 她就在梦中 原神出校跑到海上去 去救人 她最早的救难的原始记载 是这样子 然后二十岁的时候 浦田这个地方大汉 浦田这个福建浦田县 大汉 那个妈祖就导天祈雨 甘邻浦将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台湾不是缺雨吗 上次某某妈祖庙 就办了祈雨法会 那祈雨应该 祈的应该是龙王 龙王才能够 这个布雨 再来就是她的圣机 还有第二十三岁的时候 在桃花山收服了两个腰 这两个腰就是她后来 她的贴身护卫 一个叫千里眼 一个叫顺风耳 千里眼顺风耳 那我们从小就觉得 这两个动物好像夜叉 但不知道来历 原来是因为她在福建 福建收腰 在福建的桃花山这个地方收腰 他们两个原来是妖怪 把这两个妖怪千里眼顺风耳 收为部将 辅佐祭祀 一直到她神话生仙之后 经常险胜 飞腾海上救护世人 这时候她看 因为她去世28岁去世 那是23岁的时候收的腰 在宋徽中 就是宋朝要结束 北宋要结束的时候 宋徽中宣河五年 公元1123年 释封为顺祭庙额 也就是民间信仰的时候 开始给她盖庙祭祀的时候 因为在地方上很显明 也就是她在宋朝 宋朝初年的时候 她出生 也在宋朝28年之后死亡 死亡之后 当地人就开始祭祀她了 开始祭祀她一直到宋徽中 那时候她 因为地方上信仰非常的虔诚 因此地方官就会 就是奏名皇上 皇上就誓扁 所有的神旗 有这些尊号的 都是皇帝 历代皇帝宋的 后面我们会讲 给了她些什么样的名号 那都不是他们自称的 因为自称就僭月了 那那个时候 宋徽中给她的那个 那个庙上的一个匾额 上面是写的顺祭 讲到这个是扁这个事情 那个我家 我们这吴家 吴家的那个族谱上有讲 我们的开机组 那个吴德明公 以前是一个富 富甲一方的人 所以当时那个元朝结束之后 明朝开始的时候 因为很贫困 所以那个朱元璋就 就 就 就听从大臣的意见 就要 就要那个千禧 那个 就 那个先祖 就是 冲街大户 什么叫冲街大户 就是战争完了之后 名声凋敝 虽然南京已经杀了一大堆人了 因为当时 朱元璋是定都南京 那我们家是湖南 那就把各地有钱的富户 通通给你调到 就就就让你迁居到那边去 那迁居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你以前有做什么生意 你到那边去振兴经济 振兴经济方案就是用 就是冲街大户 那 先那个 你这个冲街大户 你一下子就把这边繁荣了 原来是名声凋敝 大家都没有钱 你如何让这些聪明的 这些生意人 他可以从没有钱的地方赚到钱 然后他还可以让这个地方 经济繁荣 社会整个恢复到旧关 甚至于比旧关还要更好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爱国商人 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爱国商人 先我这个 我们这一支的吴家的主谱的 那个开地主吴德明公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爱国商人 然后之后呢 朱元璋 据说他是亲笔 那个四扁 朱元璋是一个接近文盲的人 我想他的字一定写的很赖 而且一定不是他写的 一定是他手下那些书法大家写的 一个扁额 把这个扁额送到每一个冲街大户家里面去 那就那个扁额就挂在你的那个家里的大厅上面 这个因为当朝皇帝当朝皇帝四的扁 你看这不是这个垒四的这个光荣吗 至于这个扁县到哪里去不知道 虽然明那个明朝亡了 明朝之后那个清朝 清朝的人也不会去把这个扁弄掉 这个扁不在我们家 我们家只有那个池塘 而且池塘的时候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 红卫兵没有东西可以抄家了农村嘛 我们这一次是农村 那农村没有东西可以 结果一看你们还在拜拜 每天夏天干活之前要烧香拜拜祖先 这个东西又破事就拉下来 把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扁拉下来之后 用火一把火烧了 哎呀那大家都急得要死的时候 结果那个红卫兵突然突然得到讯息说 别的地方还有更更可以搞怪的地方就撤了 一撤之后我们我们家里的那些 那个前辈们马上就用水把那个火浇灭了 所以那个扁剩下一小半 那之后怕那些红卫兵再来 所以也不敢动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之后文革完了之后还认为说可能还会 中国大陆还会再搞运动 所以也不敢动那个 最后我去大陆的时候那个扁额还是 你看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是一个废物啊 一块被烧了半焦的这个一个木板 他说你拍照拿给你爸爸看 你爸爸就知道了 后来我拍了照拿给我爸爸看 我爸根本认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可恨到极点的文化大革命 台湾县就在搞文化大革命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刚开始宋徽宗给的他一个庙 一个匾额叫顺记 到了这个宋高中的时候随即四封为林慧夫人 注意 本来那个陈静姑 他陈静姑是结婚怀孕的时候雪崩死掉的 因为他做法收妖 可是这个妈祖他没有结婚 结果当这个这个宋高中 就随即就给他四封为林慧夫人 夫人是医品啊 医品官啊 医品医品官的那个配偶就叫 那个太太就叫做夫人 给他一个林慧夫人 妈祖没结婚怎么能成夫人呢 所以这个神话故事啊 大家可以用理性的角度下去 再来阻绝一下 那个我虽然常常讲这个宗教研究 满天神伯万教齐发 可是我是用理性的态度来看 来检视宗教 我这边再三声明啊 那第一个这个宋高中是了一个林慧夫人 从此这个妈祖就叫林慧夫人了 此后历经过宋元明清各个帝王 追封为先追封为 刚才是夫人 然后追封为什么 会妃 再追封为天妃 现在还有还有的那个庙里面叫天妃庙 那再来就是什么 天后 天妃跟天后 你既然是妃 前面还有个会妃 那前面夫人 夫人你没有先生 你怎么会叫夫人呢 再来你是妃 妃是要给什么 要配给那个皇帝的 天上的皇帝是谁 玉皇大帝啊 而且妃不是皇后 妃只是三公六院七十二妃 妃而已啊 那你是一个独生的 你从小就吃素 而且是抱独生主义的人 怎么能够被封为妃呢 所以这个古代的帝王啊 他们他们这个 他要怎么封就怎么封 那老百姓就这么 哎呀帝王封的就好 第一个封为会妃 第二个封为天妃 再升级了 封为天后了 那以前的皇后到哪去呢 挂了吗 天上的那些神还会挂掉吗 还是那个 还是玉皇大帝洗心厌旧 把原来的那个皇后给罢处了 然后把妈祖称为天妃 妈祖是一个抱独生主义的人 他干嘛要天后这个名字呢 后者皇后也 所以刚才戴了平天冠嘛 清道光十九年 保分为天上圣母 我想天上圣母比较好吧 因为他不管他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孩子 当然没有结婚不会有孩子了 至少他天上圣母 圣母就是母仪天下 OK了 但是天妃宫天后宫 台湾有些妙还叫天后宫 结果在道光的时候 这个道光皇帝还是脑筋比较清楚的 给他封为天上圣母 封为中国之女海神 是清朝道光年间才给他封的 那中国是不是只有这个女的海神呢 很多个不同地方都有 东北的人不信这个妈祖的 刚才讲过妈祖信仰是在中国大陆哪些地方呢 等一下我们再讲 妈祖信仰范围 自福建传播至浙江 广东 天津 刚刚讲的天津 刚那个像就立在天津 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石像 还有台湾 台湾 三月 小妈祖 再来琉球 琉球人也信妈祖 因为琉球以前是中国的 那边还有很多汉字 那个宫廷什么 包括武术空手道 空手道 都是中国人传过去的 包括他们穿的衣服文字等等 还有琉球王以前都要去跟中国朝共 那个我们就不提了 另外一个日本 日本也信这个妈祖 是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那个明朝的时候有很多海盗 我说过那些所谓的倭寇 是给中国的海盗打工的 那个所谓的倭寇 其实是中国人干的 那真的日本人 那个时候的科技 还有什么都不 那脑筋都不如中国人 我曾经讲过那个郑之龙的故事 郑成功的爸爸 郑之龙 实际上他是那个海大咖里面的小子 另外有汪子毛海峰等等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我的 谈技校新书的那一集 那再来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你真的你可以到很多地方 你到泰国到菲律宾到印尼 整个东南亚通通都有马祖庙 那个印尼还有郑和庙 很大 非常大 那个虽然排华 但是那个庙依然很大 还有郑和的像 乃至欧美各州 侍奉天后之庙宇 也遍及全球信徒超过上亿人 一点都没错 我还是看过非洲人黑人 在里面念念有词 他不但信奉妈祖 他还是妈祖的鸡童 非洲黑人 起鸡 你可以想象吗 想象不了 来我们再来看看 妈祖是台湾最普遍 最为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 那个大小的妈祖公庙多达上万座 上万座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不管是小庙家庙什么 都共赴妈祖 因为这是台湾以前的那个先民 从大陆移民过来的 不是福建 就是广东这些的 那也就是妈祖的这个发源地 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 只要有水运的地方都有妈祖 甚至于连陆地 不领水的地方也有妈祖庙 也就是他们已经信仰成这个 成一种习惯了 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你是 你是那个陶海人 你才信奉妈祖 那各宫庙 这个信徒将近千万人 在台湾 将近千万人 这绝不夸张 你看看每次三月 小妈祖的时候 就就可以看到 各宫庙因为分次来源不同 也就是这个主 就是他的主庙的来源不一样 所以分为有什么 有媚洲妈 迎童妈 还有温灵妈 好